哈喽大家好,我是鹦鹉妈妈Susan 今天我们要探讨草酸盐对身体带来的影响 以及如何预防肾结石 草酸盐的症状包括肾结石 痛风、头痛、眼痛、尿路疼痛、生殖器疼痛、肌肉疼痛和肠道疼痛 富含草酸盐的食物包括杏仁、花生、菠菜、巧克力、猕猴桃、草莓、甜菜、茶和麸皮 造成身体草酸盐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肾脏、肝脏或新陈代谢的损伤 导致无法正常处理草酸盐 糖尿病、胰岛素阻抗和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可能导致肾脏问题 肠道微生物失调也可能导致草酸盐无法分解并最终进入肾脏 如何处理高草酸盐水平的方法包括 1.限制富含草酸盐的食物或者与奶酪一起食用 因为钙可以与草酸盐结合防止吸收 2.使用含有乳酸菌的益生菌 3.维持较高的酶和柠檬酸水平 可以通过摄取酶和柠檬 4.保持充足的维生素D水平 5.每天至少饮用两升半的液体 以稀释尿液防止结石形成 2. garde也不用操作主受